姐姐 我跟你說明一下 那個 只要牽扯到 你有看過相關的新聞嗎 嗯 戰地情人 嗯 根本都會說自己是國外的醫生 在戰地當醫生 或者是軍官 它不是 它是中華航空公司的 有飛行員 飛行員 要寄東西給你 絕對 寄包他的碎餅 他的碎酒精 阿姨 我可以給你保證 百分之一千 兩天 真的 我看 這裡還軟 那是什麼飛行員 然後要退了 然後要把他們出租房 寄來包回來 一模一模的 沒有騙你 沒有騙你 那個只是其中一個而已 每天 每天都有好幾百件在發生 阿這錢是你幸福賺來的 我們是真的不希望說你這樣子變成 你現在還是覺得它是真的 對 對 喔這個 一百萬 沒有 沒有人出來交給他們 按理人 來拿 我的包裹 不會給我 而已 問題是這個包裹就不存在阿 這個包裹就假 放在包裹就假 放在包裹就假 你哪裡看到包裹你就給我看 你手機對話給我看 沒有他不會拍給我看 沒有他不會拍給我看 沒有你放一拍拍給你看 他就收回去了 他說那就對了 對啊 阿姨你是不是知道我們 秉政署有一個165 反詐騙鑽騙 你知道 我手機又裝 你手機又裝 好 那我們現在就打個165 好不好 把你的狀況跟他講 好 我們讓專業的 我們讓專業的來跟你分析一下 好不好 這樣你理解了嗎 怎麼包裹那些都是騙你的阿 根本沒有任何東西 阿他現在就是 利用你已經花了一點錢的心態 他說如果你不再繼續追 你前面那些全部都會沒有 阿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好我要信他一把再賭一把 那你就是虧更多 他現在站地 你不要再站地 沒關係不用接 齁 真的啦 不是在站地 來那個香菱你就拍一張照片齁 幫我跟那個姐姐拍一張照片 好 好 29分40分已賭喔 我們就不理你了 他把你封鎖啊 你已經被封鎖了 阿姨 你已經被封鎖掉了 你已經被封鎖掉了 他就隨便封鎖啊 有沒有 哪有人戰爭可以馬上以毒菌訊息 對不對